当年的任前期究竟有多火 不夸张地说 当年的他比周杰伦都火 一个人扛起了90年代华语乐坛末代天王的大旗 在周杰伦制霸乐坛前 最红的就是任前期 还被誉为世纪之交最后一位偶像天王 就连王妃都曾在采访中直言 在内地自己没有任前期后 反正我走到哪都能听到的 就是心太软 而当年的这首歌 更是唱下了2600万张销量神话 这个记录它是华语乐坛第一人 也是唯一一人 至今无人打破 近日昔日天王任前期 参加了热播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 成为实至名归的人气天王 为了观众最喜爱的榜单榜首 只上任没想到的是 这样的咖威和人气 就在三次公演中屡战屡败 即使在第二轮和苏友鹏和底 来了波情怀上也依旧未能获胜 相比较于王兴林在乘风破浪中的成功 任前期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 在很多歌迷的心中的地位 与王兴林不遑多让 只是没想到 节目出来的效果却是反响频频 令一众喜欢她的观众都感到一难评 不过节目中的任前期倒像是一股清流 人家都是想着怎么正第一 她却是没有死定活力之 反而是想着怎么协调 让大家的舞台都精彩 还把表演机会留给了新人 不愧是狭干一胆的天王 只是看似佛系与世无争的任前期 草芊还被冠上了年度解约歌手的名号 当年品学兼业的任贤奇 在老师的介绍下加入了新格唱片公司 发行音乐合集 奔向彩虹正式出道 不过前期她的运气并不好 甚至在当兵退伍回来后 自己签约的唱片公司也被滚尸收购 而且在一众旗下艺人中 任贤奇是最不被高层看好的那一位 甚至一度遭遇被淘汰的险境 幸好她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小虫 小虫原名叫陈焕昌 是与罗大佑 李宗盛起名的三大音乐教父之一 当时的滚尸制作人小虫看中了任贤奇 并力拍众议将他留了下来 之后更是力保任贤奇 让滚尸多签了他三年 只是小虫虽然力挺任贤奇 但因为忙着给其他歌手制作专辑 于是也根本无暇顾及他 没有歌可以唱 但生活总要继续吧 于是为了讨生活 任贤奇在这期间 什么脏活累活都敢 打砸了快三年 眼见和乐器将满 小虫才想起了他 并给了任贤奇一手的依靠 虽然这首歌反响频频 但也没有让公司亏钱 本着如果专辑在内不好 就回家当体育记者的任贤奇 所以没想到之后的一张专辑 竟会大火特火 同名主打歌心太软 更是令他一炮而红 而说起这首歌的创作过程 但也是异常的随便 其因就是 小虫飞去阿拉斯加摇骰子 一不小心赢了一个美女很多钱 于心不忍的小虫就开始放水 结果一放水 反倒把自己老板都赔了进去 回到家后的小虫看到 空荡荡的钱包后悔不已 于是福安写出了这首心太软 当年这首心太软能活到什么程度呢 小到街边一元视频店的音箱 大到赵立荣将改编版心太软歌词 搬上春晚 大街小巷男女老少 全国人都在听这首歌 在当时的市场行情下 一百万销量就已经算是极好的成绩了 而心太软的销量 达到令人责舍了两千六百万 并霸占了整整一年 任贤奇的金唱片 还挂在了美国名人墙上 就连制作人也曾说 如果这首歌收版权费的话 那么赚到的钱呢 几乎可以买下一座城 虽然画室有些许夸张 但足见任贤奇的火爆程度 就连王菲接受陶金银采访时 被问道 你在内地很红吧 他竟回答道 没有 最红的那个是心太软 我出门听见每间店铺都在放这首歌 有了这样的反响后 小虫继续发力 为任贤奇打造了专辑 爱向太平洋 再次震荡了华语乐坛 一首伤心太平洋 和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也让她成为全民偶像 看到商机的资方们 更是纷纷送上男主角戏份 只求任贤奇能顺便为电视剧唱首歌 于是明明长相一般的任贤奇 竟将古龙小说中的帅哥演了个遍 他去《神雕侠侣》里演阳过 唱红了《任逍遥》和《伤心太平洋》 骗笑江湖里的令狐冲 带火了破具江湖侠记的天涯和死不了 他和一群美女合作新楚留相 又把片头曲《花太香》 唱成了峡谷豪琴的经典之作 而亦是风透无良 铭记直追香港四大天王的任贤奇 能为大众喜欢 靠得不只是实力 还有高尚的人情 大部分的明星和狗仔几乎是对立面水火不容 明星见到通拍的狗仔也往往都是黑脸臭脸 但到了任贤奇这里 状况就完全不同了 他始终和狗仔保持友好关系 甚至还上前主动打招呼 询问对方可不可 饿不饿 有时还会奶水请他们喝 任贤奇的尊重和善意 得到了狗仔们的赞不绝口 偶尔拍到负面的或者是捕风捉影的东西 记者还会主动询问任贤奇 可不可以发 如果不行就删掉 后来即使不小心拍到他的家人 还会主动给任贤奇打电话道歉 对待狗仔都如此友善 对待小虫 任贤奇更是非常感恩 当年小虫公司遇到困难 钱都被会计卷走了 面对身处绝境的小虫 任贤奇直接带着百万贤奇找到对方 为他雪中送炭 并动情地表示不用还 没有小虫就没有自己的今天 当年任贤奇正当红 带着新人五月天四处巡演 印象台下的观众一一介绍五人 还为他们预留唱自己歌的时间 这种提携 让五月天几人铭记在心 而对于几人的感恩和访间的任贤奇 带回五月天的传闻 任贤奇也从不懒工 甚至对五月天赞不绝口 杨子也曾提到 第一次和任贤奇合作沉默的正人时 任贤奇一点架子都没有 一见到他就握手喊妹妹 让他倍感亲切 从昔日天王到过去歌手 任贤奇的惨败也印证了华语乐坛的衰败 在参加节目《传承中国》中 任贤奇挑战了谈派经典剧目 定军山 既要傻大刀 还要顾着染口 又要注意念白 于是演出时一时兴奋的 他就忽略了很多细节 最后甚至因为忘死 中断了表演 事后他在台上鞠躬 连说三次对不起 事后并发文再次道歉 与对错误的林荣人相比 任贤奇的低调显得更加珍贵 而任贤奇的名字 见贤思奇 他也是当之无愧 只是任贤奇的花期来得猛 也短得异常 在2001年的金曲奖上 一个叫周杰伦的年轻人 带着一张J专辑横空出世 此后好歌不断地周杰伦成为天王 从年轻红到老 而后继无力的任贤奇 却悄悄地被消失遗忘 当记者采访任贤奇 都与周杰伦终结了自己的时代 怎么看 任贤奇说 时代被周杰伦终结 我想想也蛮好的 因为谁不被他终结 是被他这样 我觉得还蛮OK的 他们说说我是四大天王 跟周杰伦的 世代交替中出现的人物 因为我觉得蛮有趣 可见任贤奇的格局 不愧为歌侠 只是如今的乐坛重心 早已经用实力转向了偶像 流量数据也成了衡量 一个明星的硬性标准 实力派只能在这种畸形标准下 用数据去证明自己的实力 如果不符合标准 就会被质疑小众 过气 不火 翻看近几年的金曲榜能战出 位列前十的 无疑是流量 流量小声之后 便是短视频音乐的兴起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几乎没人愿意静下心来写歌 很多歌曲都是魔改抄袭的成品 却还被大众追捧成爆款 真正有实力的人 反而成了边缘人物 甚至在某论坛上 曾有过这样一则帖子 一位00后的网友 称孙燕自为冷门的话语歌手 在国内不是很多人听过 该帖子被曝光后 瞬间引起了热议 没想到陪伴这一代人的 华语天后 竟然成为了现在 小朋友们口中的 I don't know how 甚至还有人表示 莫文卫唱的歌都不三不四 更有甚者 竟拿当年的组合天团SHE 与现在的创造101比较 以及那一有什么成绩 凭什么浪迹而他的咖位最高等等 不仅让人感慨 现在的乐坛都怎么了 而今 平民歌王任贤旗 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 好不容易拿下了 任气王的称号 却三次PK三次失败 一个任贤旗 也成了无数歌手的缩影 就像朴树曾在节目上说过的 李宗正姐对如今的乐坛 给出了恳切的评价 郑君也曾愤怒地说道 所以现在很多人听歌 往往都是很少听榜单中的歌 反而是搜索一些老歌 才能听得舒畅 如今流量横行 口水歌围堵 已然成了华与乐坛的现状 筛落也是必然 而像任贤旗这种不担架子 有平易近人低调的歌手演员 正映射出了整个乐坛的悲哀 这种不担架子